大家好 我叫王学涛 学习的学 文涛 武略的涛 今年24岁 每当大家听到我的名字 都会觉得会是个男孩 这是我的爷爷为我娶的 他希望我能像男孩一样 坚毅果敢 能文能武 因为从小的从军梦 在我18岁那年 我非常荣幸地来到了 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 成为了一名军院女兵 当兵六年 让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部队严明的纪律 和集体的力量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 锻炼了我坚强的毅力 和持之以恒的信心 今天我非常荣幸 能够站在这里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 应聘一份助理 行政管理方面 或者是各位老板专家 认为我能够胜任的岗位 谢谢 王学涛 你怎么喜欢取男人的名字 因为我的名字是 因为爷爷确实想有一个孙子 但是到我们这边确实没有 我觉得我挺 因为有了这个当兵的经历 我觉得我挺男孩的 挺男孩 说一件你最man的事 我在带兵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一次 非常的严格 然后呢 当时连男兵班长都觉得 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 竟然比一个男兵班长 还要严厉 就觉得我特别的没有女人味 也特别没有人情味 你的字写得很漂亮 我特别喜欢你的字 你的信息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情景资料 你自己我解读一下 各位老板专家 这张照片主要展示的是 我在部队的一些训练和任务 中间是我执行外事礼仪式的情景 下面这幅照片是 我们的一些形体训练 下一张谢谢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 我当兵六年期间 参加了一些重大的晚会 任务及外事礼仪任务 除此之外 我在当兵的三年 有过主持 以及校事馆解说的经历 下一页谢谢 这张照片 是我在2015年参加的 九三大阅兵 当时我作为首批军阅女兵 光荣地接受了 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使我最难忘的 还是我一百天的阅兵集训 各位老板专家都会看到 那个底下那张照片 就是腿晒得很黑 然后也被称之为阅兵黑 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 虽然女孩被晒成了这样 但是我们依然的很高兴 非常的骄傲 阅兵之后 我也被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他们在阅兵的时候 封闭式训练 非常的刻苦 120个女兵 只有六个厕所 而且她被晒晕过一次 对 说这衣服和袜子能拧出水 对 因为穿那个靴子 对 全部都湿透了 我的天哪 那真的是比男人还要刻苦 那你给我们这个 喊个口令 我整三个老板出来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 阅兵封闭式训练其中的一个科目 来锻炼他们 看看你这个 撒爽英斯的一名 好不好 我给你挑撒 那个肯定是要挑的 王敬明肯定是要挑的 来 老叶来一个 行帅来一个 来 再来一个姚依波 来 快点 四个人就交给你了 这四个人 你按一个科目 来锻炼他们 千万要严格 好 首先请各位老 老板周围都包含 首先 以叶子龙老师为基准 相右看齐 好 所有人都有 向前看 好 我们现在并没有看齐 各位老板请看您脚底下 不要叫各位老板 这都是你的兵 都是吹士兵 对 像 你可以随意删他们 报告班长 第三个兵怎么那么傻啊 笑的 我觉得第四个傻啊 你怎么说第三个傻 不要听过你 这四个人站在一起 就是一个成语 三教九六 尹峰老板提得非常的好 在占君子的时候 把嘴闭上 然后表情严肃 不要嘻嘻哈哈的 怎么有一个老板 还嘴闭不上呢 我们笑 你们可以笑吗 教官 好 对不对 现在我们把腰板挺直 收腹挺胸 好 前轻 稍微前轻一些 把重心放到前脚掌上 由拍头至拍尾 流水作业 报数 一 二 三 四 教官 报数完毕 好 现在所有人 把嘴闭上 眼睛灯大 不要眨眼 不要眨眼 不要微笑 最后一遍 我们集体都有 向右针 向左针 好 我们一定要靠到一起 我们是一个集体 对不对 我们喊一二 一的时候 统一 一的时候我们统一 这样 二的时候我们统一 靠脚 向右针 一二 向右针 一二 好 由叶子龙 开始喊 一二 根据他的速度来做 所有人都有 向右针 一 二 你也要和他们一起 向右针 一 二 差不多 差不多 感觉怎么样 这叫乖 怎么样 怎么样 不错 很严重 减肥 他们谁表现的最好 我认为总体而言的话 还是 叶子龙 谁表现的最不好 后面三个都 臂力也到时候第一 我想各位老板都应该看过三军一战队吧 三军一战队的人都应该是前倾站好了 面部表情应该很严肃 上台二十度 不能是这样 踏腰撅屁股的状态 我认为今天的训练不够严格 难度不够高 你没法拉服 你一个人留下来 你们可以走了 谢谢各位老板 别人习小胜 别人习小胜 教官 教给我 好 接下来你以一二的这种方式回到座位 一二 来 李征 刹写 以一二的方式回到你的座位 李征 向前走 一二 向前走应该现在左腿 你再卖管了 谢谢各位老板 我这里发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说你进入一个场景 这跟做培训是一个道理的 你要迅速的先建立他们对你的尊严 我们通常的做法 不管学生怎么站立的 我们会重新给他排座位 这是我们开课的一个必要要素 就是学生他有一个 他叫舒适空间 刚才四个人站好之后 你有一个很 我们说教官也是一样的 跟我们做法都是一样的 迅速要给他们洗牌掉 你们重新让大哲格重新排一次 打散他们心中的那种 所有的舒适空间 然后开始对你有敬畏心 那你完全没有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因为还是碍于 还是碍于他们是老板 对吧 来 库尔特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学陶这次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因为我们在历届有很多的选手 来教过大家怎么样去做占军支 那第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带队的经验的 那第一的话他是说给这些老板听 第二是说做给他们看 第三的话是他们做你看 第四点你要总结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他是做的是最棒的 在这个环节里 我现在非常的平稳吧 我能够接受别人对我的一些意见也好 没有出现意外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底线 你今天应聘的是行政和助理 我觉得很适合他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的薪资是六千 你现在是已经是退伍了吗 还是 我刚刚退伍 刚刚退伍 要求六千 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地域限制 除了行政和助理 其他的干不干 如果是 我如果是各位老板的 或者是专家 如果给我建议 我会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大家多分喜欢你 天生我有财 职场测评 当你费尽心思地为另一半做了一份营养早餐 但是对方却说不喜欢吃 你会 A 不吃 不爱吃拉倒 埋怨对方不懂美食 B 问他喜欢吃什么 赶紧再去做一道菜 C 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吃 D 告诉他 这是你如何用心做出来的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择C 为什么 就是我会直接了当 为什么不喜欢吃 而且是我 就是 花了心思去做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个 就是脑海里忽然一过 刘佳勇 你选哪个 我选第二个 问他喜欢吃什么 赶紧再去做一道菜 因为 因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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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喜欢吃 你问他为什么也没有 你这种人应该是选A的呀 不爱吃拉倒啊 我觉得刘佳勇会选B 第四个 就是他一定要告诉别人 你们都在猜测我 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近我 因为旁观者清啊 因为我是为我心爱的人 是能做很多事情的 三位老师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个 这道题主要还是 在考核你的性格 跟你的舒适的方式 那从你的表达来看 其实你还是一个 非常直接的人 而且的话 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的来解决 这样的事情 所以的话 我觉得这个蛮符合于 你自己的性格特点的 所以在 刚进的外表之下 其实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心 接下来 他还给我们来一段 舞蹈和手风琴 掌声欢迎 谢谢你 当时我还是比较投入的 能够静下心来 才艺宅持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